哇 原来是豆豆做出了时光机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冒险吧 神奇机载 恐龙探险队 哇 这里就是恐龙时代的海底啊 鱼儿 你们好呀 鱼儿 和高摩一起玩吧 有好多鱼啊 哇 鱼儿真好看啊 乌巴 泡泡好吃吗 乌巴被困在泡泡里了 哇 海底真是太美了 啊 怎么回事啊 啊 那是什么恐龙 体型好大啊 我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恐龙吧 啊 原来这是苍龙啊 姑密的身高是三十厘米 公交车的长度是九米 啊 而苍龙的长度 天呐 居然有十二米呢 啊 还有啊 据说苍龙这种口龙 可以随意吃掉海底的所有动物 怎 怎么办呢 孩子们 还是赶紧逃跑吧 快跑 孩子们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怎么办呢 高博和朋友们都被苍龙吃掉了 孩子们 不要哭 肯定会有办法的 窝米 怎么了 你为什么挠恐龙的喉咙呀 在晃动呢 啊哈 高博 你有办法了吗 挠恐龙的喉咙 哇 有反应了 我们一起挠苍龙的喉咙吧 孩子们 就是现在 赶紧逃吧 哇 真是万幸 苍龙 虽然你很可怕 我们下次再见吧 这是谁家的蛋呢 这是谁家的蛋呢 它在动呢 好像马上就要孵化了 哇 孩子们 是恐龙宝宝呢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个小宝宝是什么恐龙呢 哎呀 它还太小了 无法分辨它到底是什么恐龙呢 去找它的妈妈吧 神奇记载恐龙探险队 出动 三角龙 这个恐龙宝宝是你的孩子吗 让我看看 它没有脚 长着翅膀 看来它不是三角龙的孩子 三角龙的孩子就在它身边呢 那去找找其他的恐龙吧 后头龙 你的恐龙蛋不见了吗 这个孩子不是光头呀 如果是后头龙的孩子 肯定会有一颗帅气的光头 是这样啊 那再去找找别的恐龙吧 它的妈妈到底在哪呢 是 是 是 骂王龙啊 恐龙宝宝 它是你的妈妈吗 哈哈 它不可能是你的妈妈吧 孩子呢 快跑啊 那只恐龙想去救孩子们呢 难道 我们终于找到恐龙妈妈了吗 恐龙宝宝 这是你妈妈吗 这种恐龙叫什么名字呢 这种恐龙叫五尺翼龙 其实五尺翼龙不是恐龙 而是会飞的爬行动物 孤米的身高是三十厘米 长颈鹿高四米 据说五尺翼龙和长颈鹿一样高 也是四米 五尺翼龙利用长长的第四根手指来挥动翅膀 很酷吧 还好找到了它的妈妈 哇 飞得好快啊 五尺翼龙宝宝 幸好你找到了妈妈 孩子们 你们在吃午餐呀 看起来很美味啊 怎么回事 没事吧 它不是什么恐龙呢 它不是什么恐龙呢 啊 原来是四鸡龙啊 高摸的身高是三十厘米 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是一百七十厘米 据说四鸡龙身高超过两米 四鸡龙重两百千克 差不多是三名成年男子的体重之和 四鸡龙的奔跑速度几乎和汽车差不多 哇 四鸡龙的速度真的好快啊 第一届四鸡龙田径比赛开始了 哪一只四鸡龙最快呢 好了 大家准备好 出发 第一项 越过障碍物 哎呀 乌巴太重了 第二项 越过垫脚石桥 哎呀 加油 四鸡龙 四鸡龙 田径比赛的冠军就是 乌巴 不过乌巴呀 你要跑到什么时候啊 是美味的果实呀 我们一起吃吧 外壳好硬啊 那是什么呀 很好 发现了一把锤子 果实被砸开了 这个锤子真不错啊 可以尽情吃果实了 这不是锤子 是恐龙啊 吓我一跳 逗逗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恐龙吧 啊哈 原来这是甲龙啊 高摸的身高是三十厘米 成年男性的身高是一百七十厘米 据说甲龙的身高超过了两米 从脑袋到尾巴的长度超过了五米呢 甲龙的体重大约是四吨 和五只熊的体重差不多 甲龙的身上 裹着像盔甲一样均硬的外壳 即使可怕的肉食恐龙来攻击 它们也不用害怕 还有 它们的尾巴上挂着一个大锤子 据说这个锤子是甲龙的骄傲哦 真的很酷啊 顾米 你问为什么它们的尾巴上有一个多余的锤子吗 怎么能这么说呢 一点也不多余 不仅可以撞落树上的果实 还可以砸开坚硬的外壳 并且还可以利用锤子保护自己呢 石头掉在路过的霸王龙头上了 你的锤子好酷啊 甲龙太厉害了 孩子们 我们玩个有趣的游戏吧 你们在比赛打棒球啊 哇 飞得好远呀 好厉害啊 甲龙 霸王龙再次被球击中了 霸王龙 抱歉啊